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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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满的藏 祖天空 十三条命 全不成了所幸的 祖旧人 祖旧人 如若我养几个生 祖旧人 祖旧人 传家英国海华生 祖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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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祷告 至高 至上的天赋 我们满些感谢赞美主 感谢你的恩典 无处不在 求你原谅我们的罪 很高兴在今天傍晚 能够在线上听到正史贤教师 分享圣经当中的真理 愿你的恩高继续告他的口 让他所分享的信息 都是从天赋而来 也求您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能够更加认识你和可目你的真理 我们献上这样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 嗯 阿们 阿们 二 阿们 众何罪悲逃 倾我听我幸运的照顾 亦是我的心事 是我的帮助 兴奖我的生理 也所真是好 主父也所在我心 安慰我好我生命 兴奖平安 兴奖一路走的方向路 她的命迭 她都了解 尽其我的白色 好我真实在 悠啊悠啊 逢好吹别走 倾我听我幸运的照顾 亦是我的心事 是我的帮助 兴奖我的生理 也所真是好 阿尔堡 余啊 哼啊 侯可吹别当 錦 我听 我想 乎你的照顾 余啊 余啊 汗可吹别当 强 我听 我想 买你照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走路就是为了等待下一次的休息 你知道吗 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里面 有一个神经学的副教授萨拉斯 他就专门研究睡眠药物和睡眠障碍的专题 根据他的研究 他就表示 如果睡眠充足 你会感觉良好 精力充沛 有更好的灵感 甚至能更出色的为团队或公司做出贡献 那休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是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上的效率及表现 甚至他接下来说 你的情绪会变得更好 而且有更好的理由去交流分享你的想法 睡眠的质量也会通过外形体现出来 如果睡眠不足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体重增加 而且看起来非常疲惫 眼睛下还有眼带 那睡眠休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休息 身体也会发生不一样的状况 在2018年的12月美国就做出一项研究显示 每晚睡觉超过8小时或者在8小时的学生 他们在期末考试表现会比睡眠不足的学生来得还优秀 所以有的学生可能为了要考试熬夜读书 结果去到课堂因为睡眠不足专注力不够 反而忘记了这边学习的 所以睡眠充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密西根大学去年10月也做出一项研究 也发现缺乏睡眠影响记忆力和工作表现 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 大多数的工作 都是因需要有足够的睡眠 才能使你表现更好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是否要我们生命当中表现得好呢 同样的上帝知道我们人 上帝创造我们 祂知道我们人体最需要的是什么 祂知道我们人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 所以祂赐下一个休息的特别的日子给我们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至高的天父 我们谢谢祢 因为祢赐福于我们 有圣经 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 我们也能够借着今天的课题 让我们知道休息 让我们知道主祢所赐的 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 祂对我们的好处 祂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主啊 谢谢祢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一起来研究祢的话 愿祢的圣灵引导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讲到休息 每个人都要休息 如果一个人不休息的话 对到生命来讲 甚至有一些研究是说到 一个人若是长时间熬夜 他的肝甚至比你酗酒来的严重 那个问题 那个肝很容易硬化 所以睡眠 如果睡眠不足或者是不睡觉 是对我们很伤的 所以我们不要熬夜 那今天上帝同样的 赐给我们一个休息的日子 为什么他要给我们一个休息日子 难道上帝说 sorry 我每天照顾你们 每天处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需要有一天可以休息 难道是上帝需要休息吗 在创世纪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来看一下 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就说到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祂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这日神歇了祂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有看到 上帝难道需要休息吗 是不是上帝太累 每天照顾我们 如果上帝休息的话 这一切会怎么样 如果上帝休息的话 是否我们还存在着 在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第三到第四节 圣经就说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 必不打盾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盾 也不睡觉 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上帝不需要睡觉 上帝不需要休息 如果上帝休息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宇宙会停摆 整个宇宙不会再运作 不会再运转 甚至是我们的生命都会消失 上帝不需要休息 那你会讲 圣经开始冲突 这边说上帝不用休息 那为什么 创世纪又说上帝 创造过后 他就休息了 我们要注意的是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说到 上帝的休息是怎么样休息 他休息不再创造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歇了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意思是什么 上帝造完这世界过后 他不再创造 他休息 他放下 他不再创造了 所以这边并不是说 上帝需要休息 圣经没有冲突 圣经是 因为这个安息日 上帝创造 上帝赐福的这个日子 不是给他自己的 是给谁的 在马可福音二章 二十七跟二十八节就说到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安息日是为了人的好处 所以上帝特别赐福这个日子 上帝在六天创造 第七天他说 我要给一个日子 叫做安息日 是赐福给人类的 直到这一天 我们可以做什么 安息天到底 是做什么用的 除了给我们休息之外 难道是整天躺在那边 什么都不做吗 这是我们等一下会来看的 到底安息天是要来做什么 那我们现在要搞清楚 弄明白一件事情是 安息日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几时 不然我们几时都不懂 你知道当你工作 你不懂什么时候假期 不懂什么时候休息 你会觉得 没有动 茫茫无期 工作好像做不完 我们要知道 我们休息的日子是哪一天 我们要知道 上帝赐福我们的日子 是哪一天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 第八到第十一节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 是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的儿女 不必 牲畜 并你城里寄居的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 地海 和其中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这边圣经说到 上帝赐福安息日 定为圣日 祂在哪一天定为圣日 圣经就说 六日你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一到六日 你可以照样做你的功 但是第七日 上帝特别赐福 特别定下这个日子 称为安息日 那第七日在什么时候 那既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会花太多时间 去研究 研讨这个 是几时 但我会给你一些证据 如果你在网路上 你叫人翻书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上网搜寻的话 就很多资料 那其中比较有权威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维基百科 你在那边搜寻 基督教的安息日 它就会跟你出现 这边写到说 西伯来安息日 即一周的第七天 经常被称为星期六 看到吗 这边就告诉我们 安息天 一周的第七天 是在几时 在星期六 我们很容易被中文误解 因为为什么 中文通常的想法是什么 一就是第一天开始 所以会觉得 一周的第一天是星期一 一周的最后一天 就是星期日 但你去研究的话 就算英文并没有跟你讲 Monday是星期一 是第一天 反正英文是用天上的日月星辰 来代替 但是读英文就不会 这样容易被混淆 但这个维基百科就告诉我们 安息日在哪一天 一周的第七天 一周的第七天是星期六 如果你去维基百科再继续搜寻 星期六的话 他就跟你说 星期六常称为礼拜六或周六 是指一周之中 星期五之后 星期日之前的那一天 然后 每个星期的最后一日 通常叫周末 这就是星期六 甚至是在不同语言 法语 不懂是不是这样念 它是源自拉丁文 是有安息日的意思 这是他们星期六的读英念法 还有俄语 这个我就不会念 可能你可以看看我的 这个 法语是这个字 也是有安息日的意思 亲爱的朋友 你会发现 不同国家 他们的星期六甚至直接 它就不叫星期六了 它直接就叫安息日 如果你去研究字典 或者百科全书 都会告诉你 星期六是一周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安息日 所以亲爱的朋友 安息日在什么时候 一周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星期六 上帝赐福着安息日 赐福这个日子 是要叫我们 可以有很好的休息 如果你去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 通常 耶稣受难日 是在什么时候 通常都是在星期五 为什么 耶稣受难日的英文叫什么 Good Friday 然后复活节 通常在什么时候 在星期天 这边就可以给我们看到 因为圣经记载 耶稣在什么时候 被钉十字架 在星期五的时候 耶稣钉十字架 所以耶稣受难日 通常都是在星期五 四月的其中一个星期五 然后复活节 耶稣在七一周里面的第一天 耶稣复活 所以复活节在星期日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星期六是安息日 因为耶稣在那一天安息 祂没有起来 祂没有复活 耶稣的死除了救我们 耶稣钉十字架除了救我们之外 祂也跟我们证明 安息日是在什么时候 那安息日 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为什么上帝要赐下这个日子给我们 甚至是这个日子 祂也记载在哪里 祂也记载在十条诫命里面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安息日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计算时间 怎么样的计算时间 通常我们安息日是 我们算时间是怎么样 一天里面过了凌晨十二点 就是另外新的一天 那犹太人他们的计算时间的方式 是比较不一样的 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式 是一天 你要怎样算第二天 就是日落过后 当太阳下山过后 就是算第二天了 所以我们在计算安息日的时候 是怎么计算的 我们要跟着犹太人的方式 那是在星期五的傍晚 星期五太阳下山 就是进入安息日 一直到星期六的太阳下山 所以这个是安息日的一个时间 那你去研究圣经的话 他们都是这样子计算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安息日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上帝要 讲着特别赐福这一天 为什么上帝要特别把这个日子给我们 同样的 我们再次看一下 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 圣经继续就说到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互必生处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河其中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上帝将安息日赐给我们的目的 除了让我们休息之外 除了让我们什么功都不做之外 最重要的是 祂要与我们约会 你有没有想过与神约会 不懂你有没有约会的经历 或者是说 跟某个人有特别特定约会的日子 假如在这个约会的日子里面 你出去或者说有一天 你跟一个你心仪的男士或者女士 要去约会 当你们去约会的时候 你发现这位你心爱的男士或女士 他全程 虽然人与你在一起 但是他的心却在哪里 他一直在按手机 一直在讲电话 一直在做他自己的事情 当你们坐下吃饭的时候 他也不跟你说话 他也不看你 他都一直处在自己的世界 这样的一个约会 你觉得下一次 你还会想要跟他约吗 我们不想 我们可能觉得 这样的约会 这个人不是真心的跟我约会的 他不是真心要带我们 现在朋友间 上帝要跟我们约会 所以为什么他要我们安息日 要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 要安息日 我们不要再去工作 不要再去做其他事情 专心的跟他来约会 专心的去纪念他的创造 这是上帝赐下安息日的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休息之外 他要与我们有更好的约会 但我们安息日来到教堂 来敬拜他 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感觉 整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甚至安息天你去到大自然那边走一走 去默想上帝为我们创造的一切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 你可以更加了解上帝 你可以更认识 这个为创造主 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安息日是上帝特别赐福的日子 就好像我这边有七本圣经 每本圣经我都放一张一百块 唯独在第七本圣经 我放两张 我放两百块 一周里面上帝每一天都赐福 但是他在安息天 他特别赐福 因为圣经说上帝特别赐福 这日定为生日 若是我们今天 我们把这一日 我们好好的去把握 我们好好的在这一日 享受跟上帝之间的 那个关系的时候 那个福气是双悲的 在以西节书20章12节 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 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 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 是叫他们成为圣的 以西节书20章20节也说到 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 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 使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亲爱的朋友 上帝赐福于我们安息日 除了跟我们约会 除了让我们休息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一点是 这个是我们与他之间的一个证据 我们与他之间的一个印记 你要怎样证明你是属于上帝的 要怎样证明 上帝一看到你 他就认得你 安息日是一个证据 安息日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跟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天休息 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福气 同一时间 安息日也是一个证明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亲爱的朋友 上帝一再提醒我们 这世界是他造的 包括我们 我们是属于他的 他要 我们每一次在这个安息日 我们都能够纪念他的创造 我们都能够跟他约会 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会跟我们说 这是我的子民 这是我的孩子 亲爱的朋友 安息日记载在律法当中 十条诫命 第四条 教导我们 怎么样学习去爱神 安息日帮助我们 爱神 并且也教导我们 怎么样去爱人 上帝给我们 不是要我们辛苦 不是要我们痛苦 不是要我们这一天 很多烦恼 什么都做不到 这一天是让我们 卸下一切重担 来到他面前 享受着福气 并且 让我们证明我们是怕的人 你 你是我的主 因我走成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终于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定 写着一声 都是祝福 一步要一步 这是恩典的路 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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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着人上了 你是我的主 因我走着你了 高山和地固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的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独变平序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只是恩典之路 你爱一生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只是恩典之路 你爱一生 我走着人生 你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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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只是恩典之路 你爱一生 你爱一生 将我紧紧抓住 我走着人生 你爱一生 将我走着人生 这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亲爱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赐福安息日为生日 甚至你让这一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我们能够放下一些重担 我们来休息 并且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边 能够躺在你的脚上 我们休息 能够与你相处 主啊 愿您带领赐福我们 当我们在安息日 我们在遵守 我们在跟从安息日的教导 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福气 因为这个是证明我们与你之间的一个关系 愿神继续地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去接受 去选择跟从主的安息日 主我们将自己献上给您 愿您看顾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观看我们这个布道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交头给主 向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郑指贤教师在这个晚上当中 所带来这美好的信息给我们这里美味 特别是圣经当中的安息田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忠诚的出席 在这里有两本书要赠送给大家 第一本是希望的未来 第二本是耶稣与你 要是你想要获取这两本书 你可以在以下的下方留言区 写下你的名字 或联络以下的电话码 014-688-1883 明晚同样的时间 晚上七点半 我们会继续在 上楼月希望媒体播放下一个主题 主题是 意见从未发生的事 晚安 我听见 要说呼唤的声音 我的回应是我远前去 我看见人们的哭泣 我的回应是我远前去 我远前去 我远前去分享爱的信息 我远前去冬向盘望的福 我远回心绝望 我远向耶稣求足 你我已决定我被远前去 I hear the voice of Jesus calling My answer is I will go I see the need of people crying My answer is my answer is I will go I go to share the message of love I go to share the message of love I go to share the blessed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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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 to share the message of love I go to share the blessed hope I go to share the blessed hope 我听见耶稣呼唤的声音 我的回忆是我愿天去 看见温温的哭泣 我的怀疑是多远前去 我坚持分享爱的信息 我坚持共享同我的福 我若非心绝望 我不想耶稣抽搐 一模一决定我没坚持 我若非心绝望